作为韩国四大公共财产之一的江洞源,也是众多韩国女星心目中的理想型。 前段时间,艾佑被问到与宋康浩江洞源合作有什么感想时,他回答说, 因为是大前辈,我以为可以努力控制住,但真心太有魅力了,所以不管怎么控制,我的眼睛不由自主地往那边看。 艾佑羞涩的告白让江洞源也不由自主地笑了,两人在采访过程中也一直对视,散发着微妙的令人激动的气氛,更加提高了人们对电影Broker的期待。 据悉,这也是江洞源在电影《一兄弟之后》时隔12年与宋康浩再度碰面,宋康浩说个子好像更高了一些,而且也比那个时候更帅了。 还开玩笑说,江洞源有一双湿漉漉的小鹿一般的眼睛,当他用温暖的目光注视我的时候,自己就像在此见到弟弟一样,感受到了喜悦和熟悉的温暖。 江洞源听到接连不断的称赞,连连表示没有赞了。 另一方面,Broker讲述的是某天下着大雨的晚上,把孩子宇成扔进婴儿乡的妈妈宿婴,和为了寻找适合抚养孩子的中间人上贤冬秀的故事。 电影中还出现了目击着一切的警察秀珍和刑警双方展开游击,迂回追逐,提高了电影的紧张感。 1981年,江洞源出生在庆上南道昌原市,是家里第二个孩子。 他的父亲是韩国SBP重工业的副总经理,可以说是位妥妥的富二代。 2000年,大学时期的江洞源以杂志模特出道。 2003年,他做模特转行演员,在青春爱情剧《野蛮少女》中饰演医学院学生敏志勋,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之后,出演电视剧,1%的可能性和电影《不要相信他》获得了超高人气。 2004年,遇到江洞源一战成名的《狼的诱惑》。 剧中,江洞源在雨中撑伞的名场面撩动无数少女心。 2005年,江洞源迎来了演艺生涯前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,李明氏导演的《行事》。 正是从这部电影后,江洞源真正发现了表演的乐趣,下决心成为一名演员。 2006年,在电影《我们幸福的时间》中,饰演死球振允珠一绝,展现了悲伤的爱情演技。 2009年,在电影《甜鱼智》中,饰演来往于过去和现在的道士《甜鱼智》一绝,展现出搞笑的动作演技。 异兄弟中与宋康浩一起合作,男男契合度尤为突出。 出道至今,他一直在挑战了布局限于特定形象的各种角色,演技越来越好,巩固了作为演员的地位。 这么多年,江洞源除了出现在大荧幕上和广告上之外,形势一直都很低调,感情生活中也仅仅和两个女明星传过绯闻。 第一个就是韩孝舟,2018年7月8日,两个人在美国街头同行时被拍,随后照片被爆料者发到了网上,绯闻因此出现并发酵。 照片中,两个人穿着舒适的生活装,闲适地行走在街头。 因为这是私下里的相处,照片被拍的地点也并不是在韩国国内,所以绯闻传播的范围可以说相当广了。 对于这次绯闻事件,两人都进行了否认,他们表示这个传闻是没有事实依据的,而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那么复杂。 经纪公司也出来证实,两人当时不过是走在去和朋友们聚餐的路上而已。 接下来,两人在为一起合作的电影《Eller Ring》做宣传时,还很坦率地在采访中提及了这个绯闻。 江洞源说,之前和韩孝舟一起拍戏时只合作了三集,后来几乎没有什么合作,一直到才有了很多拍对手戏的机会,两个人也因此很自然地熟悉起来。 韩孝舟也说,当时去美国正好朋友们要一起吃饭,所以就去了。 对于这个绯闻比较担心的是它会持续发酵,以至于影响到电影的宣传。 第二个就是宋慧桥,江洞源和宋慧桥也曾经被传出过绯闻,两人是在拍摄《我的忐忑人生》的时候传出绯闻的。 除了在拍戏期间非常亲密之外,甚至还被媒体拍到一同出游巴黎,不过此后经纪公司双双都出面否认了这段绯闻。 如今,江洞源除了表达了对演艺事业的目标,还透露了自己对于制作的欲望。 他表示,我从几年前开始就在做了各种准备,今后想在制作上更加积极。 现在偶尔也在写剧本概要,目前大概写了两集剧本,题材类型是幻想类。 非常期待他在新领域的尝试啊!